Hello 大家好 因为之前的OpenAI ChatGPT官方的大量封号的行动 弄得大家人心惶惶 生怕自己辛苦注册的ChatGPT账号被封了 而且呢 在你打开ChatGPT官网的时候呢 经常会遇到对不起 您所在的地区不提供ChatGPT的服务 警告而无法使用的苦恼 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完美的方法 那就是使用第三方提供的ChatGPT服务 就是用POE这个网站 它的原理是用第三方的网站去调用ChatGPT的API服务 你只要在POE上注册登录 就能免费使用ChatGPT了 而且呢 速度非常快 没有任何限制 我查了资料 这家POE公司啊 是Quora旗下的 那么Quora是什么公司呢 在国内我们有大名鼎礼的知乎 就是问答的一个网站 有问题上知乎查 那么Quora就相当于是美国最大的知乎问答网站 是它开发的POE这个网站 所以呢 还是相当靠谱的 OK 那到我的手机上面去看一下吧 Let's go OK 欢迎来到我的手机 用这种方法来使用ChatGPT的话 它是对IP地址没有任何要求的 只要你的手机能够科学上网 那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这个方法去跟ChatGPT进行一个对话 你只要用这个Chrome浏览器打开这个POE这个网站 就能直接使用这个ChatGPT了 非常的方便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Chrome浏览器 浏览器我们可以看一下手机浏览器 然后呢 只要打开这个网址poe.com斜杠ChatGPT 然后登录以后 注册登录以后 就可以去使用这个ChatGPT了 而且它上面有很多模型 我可以看一下这个POE这个网站的话 提供了很多的那个API的介入 你看我们这边看到有ChatGPT4也可以使用 我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ChatGPT 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工智能 这些什么Sage啊 什么Cloudy Cloudy Instant Dragonfly 什么Niva AI 这些但我用的比较多就是这个和ChatGPT4 但是ChatGPT4的话 只一天只能用一次 也就是通过这个平台 通过POE这个平台 一天只能用一次 就是问他一个问题 但是ChatGPT这个 用这个ChatGPT的话 它是没有次数限制的 你可以免费的问他任何的问题 它的好处是对IP没有任何限制 它不会分号 因为你是通过这个POE这个第三方的服务提供商 来去调用这个ChatGPT的API来访问的 而且是完全免费的 那么可以问他几个问题 我们这边 我刚才问了他几个问题 比如你是OpenAI的ChatGPT模型吗 我们问他一下 他这边反馈是非常快 你看到 是的 我就是OpenAI的ChatGPT模型 我是一个基于GPT3.5架构的大型语言模型 可以进行自然语言处理和生成对话 有什么能帮到你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 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我们再继续问他一个问题 这边下一个问题 写一首关于春天的诗歌 他就可以帮你写一首关于春天的诗歌 而且没有任何延迟 所以说我现在发现这个方法的话 是目前来说是最终完美的 因为它不分号 而且对IP也没有任何要求 你的IP只要是能克求上网 那你就马上就能用这个PoE 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网站了 而且你用香港的IP也是可以的 用香港的IP所有的IP都可以 只要你的IP是科学上网的 那就可以使用这个PoE 这个ChatGPT上面的服务了 然后我们点击上面三条杠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三条杠点了以后 我们点击这边ChatGPT4 ChatGPT4的话 它是在那个ChatGPT官网 好像是要收费才能使用的 但是在这个PoE的话 目前它还是免费的 你看有one left 这个one left就是你一天 目前只能使用一次 免费使用一次 我们点击这边 我们再问他一个问题 就是写一首关于春天的诗歌 我们看有什么区别 就是这个的话 跟那个刚才那个ChatGPT 有什么区别呢 你看这个速度呢 比刚才那个慢 但是呢 它的质量要比刚才的那个要高 就是它的ChatGPT4的话 要比ChatGPT的那个3.5 就是我刚才显示3.5的话 要慢 但是呢 它出来的出来的结果的话 质量更加高 OK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跟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去注册和使用这个PoE 从而可以达到免费的使用这个ChatGPT 而且呢 不会封号 也对那个科学上网没有任何的要求 任何的科学上网都能用 而且呢 对用上个的IP也是也是可以的 OK那我们我们换一下手机 我们去看一下 我现在用这台 我现在用我的这台小米手机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这个呢 现在打开的是wikipedia 就是维基百科上面关于这个PoE这个软件的一个背景啊 它就是有一款由Quora开发的移动应用程序 是在2022年12月份推出的 它上面就是接入了各种的那个人工智能AI的一个服务 API服务 然后你可以免费的去调用这些服务 而且速度非常快 都是免费可以使用的 这个叫PoE 是Quora公司开发的 那怎么样去使用它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这我会把这个这个PoE这个网址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就是poe.com 看到啊 这边有一个poe.com 点它一下 那我会把这个poe.com这个网址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然后点了以后 你看就进入它的一个官网 就进入这个官网 我用的这个我用的也是那个Chrome浏览器 打开这个Chrome浏览器 你没装Chrome浏览器的话 我会把这个Chrome浏览器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你可以点击这个Chrome浏览器下边的那个链接 你可以直接去下载这个Chrome浏览器的那个APK 去下载以后 直接在手机上面安装 但如果说你有谷歌play应用商店的话 你可以在play商店上面去下载和安装 OK 我们打开这个Chrome浏览器 然后呢 打开 点开这个poe.com以后呢 我们可以用谷歌账号登录 或者说是用那个 email进行一个登录 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的 Chrome浏览器已经登录了你的谷歌账号 那我们点击这边 Continue with Google 非常的简单 就不用注册了 超级简单 就是点击这边的这个 你之前登录的谷歌账号 点击一下 下抬一下就马上能登录 马上就立马就能使用了 都不需要注册的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了 或者说你这边 使用其他账号点击一下 你就可以添加其他的谷歌账号 去登录这个poe这个账号 OK 然后呢 我这边给大家演示 怎么样用你的邮箱 就是useemail 看到吧 这边有一个useemail 点击这边的useemail 用你的email邮箱去登录 我这边比如啊 我输一下我的那个email邮箱 比如这个 我输入我的这个email邮箱 然后呢 我们点击这边的一个go 然后就可以用我们的那个email邮箱 进行一个注册 你看 现在有一个一封邮件 已经发到了我这个邮箱里面 有一个验证码 那我去我的另外一个手机上面 去看一下 把这个验证码输进去 OK 我在我的那个谷歌邮箱上面 我看一下 它已经发过来了 就是我的发到我的那个邮箱里面 有的验证码 是这个799891 你要查阅一下你的那个邮件 它就发到你的那个邮箱里面了 我们输入一下 我们的那个验证码 799891 我们输入一下 好 来我们点击verify 就可以验证一下 验证好了以后 立马就能登录了 这个注册过程是相当的简单 OK 现在已经注册成功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点一下右上角的X 点这个X 下面这个free trial 我们不要点这个 它有一个收费的一个服务 就是我们只要用它的免费服务就可以了 收费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 如果说你要用它的收费服务的话 你就可以使用它chap gpt的4 就是不限次数去使用了 就是免费的话 一天只能使用一次 但是用chap gpt 3.5的话 是完全免费的 所以说你不要点这个蓝色的按钮 你只要点上面的叉叉就可以了 右上角的叉叉就可以了 点击这边叉叉 那这样以后呢 你就可以去完美的使用 点一下左上角 左上角这边 你就可以去使用这个chap gpt 3.5了 点一下这个chap gpt 这边就可以用它那个3.5的这个chap gpt了 然后呢chap gpt4的话 点击一下这边的gpt4 点它一下 这个呢gpt4呢 一天只能用一次 看到吗 一天只能用一次 免费的 一天只能用一次 所以说 这个方式的话 你只要你的手机能科学上网 你就能使用这个poe它的服务 对你的ip地址没有任何要求 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方法 这就可以正 就可以正常的事情去使用 跟它一个进行一个对话 这边就可以跟它一个对话了 OK 这是那个安卓手机 那那个我们的那个iPhone手机 怎么样去使用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OK 欢迎来到我的iPhone手机 iPhone手机呢 那就更简单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iPhone手机的话呢 它这个poe的话 它官方出了一个iOS的一个应用 也就是这边poe这个应用 看到吗 我已经安装好了 然后呢 我是通过这个 APP用商店进行安 进行一个安装的 同样的我们打开这个poe 点击它一下 我已经登录了 然后你看同样的 它这边就是一样的 你可以点击左上角的三个点 点它一下 然后这边也是有这么多的一个 接入AI的接入服务 也就是这个poe这个平台 它整合了各种各样的AI 然后呢 公理免费使用 然后这边的话 GPT4点它一下 同样的一天 只能用一次 我今天已经用过了 所以说这边的话就零次了 用不了了 零次了 要等到明天才能继续使用GPT4 但是你这个问题一定要想好了 这个问题你要问它什么问题 所以这要严谨一点 因为一天只有一次 这个GPT4 但是它的质量的话 要比GPT3要更加高一点 GPT3.5要更加高 但是呢 恰奇GPT这个点击这边 3.5的话呢 这边是没有次数要求的 你可以随时随地的 都可以随时随地去问它一些问题 OK 这个是那个APP的 那我们怎么样去安装它呢 iPhone的话 我们比如我把这边的它删掉 移除APP 删除 删除 OK iPhone的话 这样我就把它删除了 同样的你只要打开这个 它的一个官网 点击这边的Chrome 或者说苹果的那个 Safari浏览器也是可以的 然后在网站上面输入PoE PoE.com 输入了以后的话 就是打开这个网站 打开这个网站 跟那个安卓的有什么区别呢 打开这个网站以后 你点击这边 Talk to ChatGPT 点它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它会帮你跳转到 那个APP Store 然后点击这边的一个打开 那点击打开以后 它就自动帮你跳转到了 这个APP Store 就是APP Store 看到吗 它已经自动帮你打开了APP Store 然后呢 点击这边的一个下载 就可以去下载和注册使用了 OK 你看 这边已经下载安装完成 然后我们点回到我们的桌面 然后点击这边的一个PoE 这个图标刚刚安装好的 点它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可以登录使用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不用注册 刚才我是给大家演示 是用use email 用email来发送验证码的方式 来进行注册的 当然你这边的话呢 可以用Google账号 这是最简单的 我们点击这边的Continue with Google 然后点击这边的一个继续 好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谷歌浏览器 而且呢 我已经登录了我的那个谷歌账号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只要选择一个 我们的谷歌账号登录就可以了 随便选一个 如果说你Chrome已经登录了你的那个谷歌账号 当然你没有登录的话 你可以选择其他 这边使用其他账号 可以继续输入你的其他账号 进行一个登录 那我这边就选择 我这边的第一个 选择我的第一个那个谷歌账号登录 这样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非常的方便 OK 你看这样的话 立马就登录了 而且呢 非常的方便 立马就能使用 然后点击左上角三个 三个点就可以切换 ChatGBT或者说GBT4 点它一下 就可以去使用了 而且非常的方便 好 这个就是POE的一个使用方式 所以用这种方法的话 就可以完美的避开 这个ChatGBT官方的那个封号啊 或者说 对于那个你的IP地址的一个限制 比如说所有的IP地址都可以用 只要是科学上网的IP地址 都可以使用 非常的方便 非常完美的方法 在我们的安卓手机上面 在那个苹果手机上面 可以随时随地的去问 那个ChatGBT 问他问题 要查一些资料啊 或者说让他帮你写代码啊 或者帮你啊 做英语的翻译啊 质量非常的高 OK 喜欢我的分享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